每天一车买便了司机 大家好我是大力 今天我们要说一点不一样的内容 传统的特种矿车由于自重及运载要求的因素 油耗和排量往往都十分的惊人 比如这辆北方股份最大的矿山车NTE330 自重达到了210吨排量60升 能输出2700匹的最大马力 而百公里油耗也达到了夸张的3000升 你没看错 合着这车跑上100公里就要花掉将近2万块钱人民币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将这种矿车换成纯电动系统 那岂不是对环境保护是一件特别大的事 于是在新能源领域一直高调做事的比亚迪 也开始着手开发纯电动矿车了 其实在开发电动矿车之前 比亚迪已经推出了包括K9纯电动巴士多款商用电动车 不过矿车由于工作环境的特殊性 其对电动系统和电池的要求会更加严格 而在耗资了25亿研发经费之后 比亚迪自主研发的首台纯电动宽体自卸矿车V60成功试制下线了 这款车对于比亚迪有多重要呢 甚至比亚迪公司的老总王传福都亲自试驾过这款比亚迪的V60 公司领导人亲自试车 可见对新能源新科技方面的重视 也感叹王总的驾驶技术可真不一般 这么大的车都开得来 不知道拿的是什么牌照 而从SUV到轿车 再到大巴 到云轨 再到重卡 如果比亚迪再这么开挂下去 估计会压到喷子们难以呼吸了 好了这是今天车上说的事 关注一下轻松买身车